好了,上課了 那個 還沒練完,還沒練習完的自己回去再練習 這個 基本上大概都不難了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 也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例子 它的數據看起來都也是很簡單 但是因為 當然它這邊講到什麼越野車 美加倫的里程數 這個當然越野車也是比較特別的 特別的一些數據 它的範圍其實不大 所以你看一下 當我們把它 決定它的最大最小 其實它就只有 就是它的全距很小 距離全距就是最大的19 然後最小的12 所以它中間只有差 就這個7而已 而且它是整數 它又不是實數 所以基本上你就 可以基本上就是一個 一個整數就變成是一個什麼 一個category 變成一個群組這樣的概念去做 所以我們 當你的數據是這種比較特別的話 你就不一定要特別去把它分 分成多少 12到13啊 什麼14到15 類似這樣的方式 你可能就把它每一個當成是 每一個資料 每一個整數都當成是一個群組 主class的這樣的概念 那如果是這樣的概念的話 那主編記就是把它的這些數據 直接加減5就可以了 所以 最後得到結果 它的主介呢 就是單純只有一個 它就沒有上主介下主介了 它就單純就是個別的數值 那主編記還是有 然後去畫記 算是畫的絕對頻率 就這麼簡單 那你也可以去做一個累加的 那累加的話 累加頻率跟絕對頻率的差別 大概累加頻率大概概念都有啦 那但是它的範圍去選定的時候 這時候是利用什麼 利用它的這個下主編 這個叫什麼 下主編記 利用下主編記 因為12的話 那它的下主編記是11.5 所以代表小於11.5是沒有任何數據的 那但是到12.5的時候呢 它是有什麼 累加到6 所以你要看到這個在做累加頻率的時候 要注意到它一開始的時候是 先用小於等於它的下 第一組的下主編記 所以是11.5 那這時候是0 這時候是0 那接下來是第二個小於的範圍是12.5 那12.5是什麼 12.5是第一組的上主編記 那這時候已經累計了5個 那接下來就是12.5 13.5 那這個接下來12.5 13.5 就是每一組的上主編記 然後去把它做累加 所以第二個的話 小於13.5就是6加1變7 14.5的話就是6加1加3 以此類推 所以很簡單 所以6 7 10 16 一直到最上面的19.5 是累積到30 然後這個可以得到它的累加頻率 那這個累加頻率當然 之後我們也可以用 會做一些圖表 所以這個怎麼去算它的累加頻率 要注意 算它的累加頻率 要記得從它的什麼 第一個下主編記開始 然後接下來每一個分類都是用它的上主編記的方式去做 好了 那為什麼要做頻率分佈呢 當然你就可以去理解它的這個數據的形態 那當然以後我們會算它的這個平均 或是它的分散 這當然我們第三章會看到 那我們利用數據來呈現這些圖表 也可以讓你把這個數據比較精簡的去讓你的reader 就是說有沒有聽過一句話叫一圖抵什麼 或是說有圖有真相 你們現在叫有圖有真相對不對 那以前有一句話叫一圖抵萬字 或一圖抵千字 就是你一張圖裡面所敘述的東西搞不好你 你必須要用1000個字 原來需要用1000個字去描述 但是你看了一張圖之後 你就可以很瞭解原來的意思是什麼 所以畫圖的概念就是要把數據能夠很 能夠把它很精簡的去把它呈現出來 也是這樣的概念 這個就是剛才的那個總統就職的那個時間 那個年紀了 這個我們看過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利用一些 你有了那些頻率分佈表之後 你就可以利用一些圖形來畫 包括直方圖 頻率多邊形還有叫尖形圖 那這個我們剛說過 就是這三種圖形是我們常用的這種圖表 圖形 直方圖 那直方圖英文叫做Histogram Histogram的概念其實就是我們剛才 在做那個頻率分佈表的時候 就已經畫出來了 已經 那個數據就已經在那邊了 現在只不過要把它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圖形的概念 轉換成圖形的概念 那像剛才你們做的這個例子 你們那個檔案可以不用殺掉 接下來可以利用這個 就是它的一個主邊際 當然它畫的圖 你看就是說它的每一組 它的絕對頻率算出來之後 你可以去利用 我們直接看它的圖好了 當然它這是叫你畫圖的步驟 當然你不會用手畫 S軸跟Y軸 S軸當然是水平 Y軸是垂直 這個好像在講廢話 那Y軸我們通常就是垂直的軸 S軸是代表頻率 S軸是代表它的邊際 就代表它的兩側的這個東西 然後去畫出它的長方形 所以它可以畫出一個 類似這樣的圖出來 那當然你不用那麼詳細 它這邊會從它的 因為它要強調它是連續的 所以它會是 因為我們說過邊際 它的這個bundary 才是有連接的概念 所以你要變成是它的 第一組是從它的下組邊際 到上組邊際去畫一個bar 就畫一個長方條 長條形 然後第二個組 第三組 這個組織以此類推 但是我們在Excel 大概沒辦法去標出這個 也許也可以 但是好像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在Excel去標這個東西 大概它只會把它當成是一個category 把一條bar 把一個這個長方形當成就是一個category 就代表這個category 那裡面你可以去標它的這個什麼 標它的這個看是要用 通常我們可以用主中點 用midpoint 主中點來代表它的中間這一塊位置 所以我們待會用一個例子 我們待會把這三個圖講完再看怎麼畫 好 基本上這個就是一個直方圖 直方圖我們常看到的 怎麼畫我們待會再一起看 另外還有一個叫頻率多邊形 frequency polygon 頻率多邊形它就是用主中點 當成是它的這個x座標 那頻率是y座標 那類似 所以我們可以把 那主中點 所以這時候你就要把 剛才其實我們的那個頻率那個表裡面 是沒有特別去算主中點對不對 沒有嘛 剛剛都只有它的這個上主界下主界 上主邊際下主邊際 那現在再多一個主中點 那主中點就是把它兩個相加除以2而已 很簡單 所以你把主中點加進來 然後它的頻率放進來 那接下來就是把它的什麼 把它的這個 它的主中點 這時候是第一個主的主中點就是102 然後對應它的這個絕對頻率 然後畫一個點 然後以此類推畫到這邊 好 那最後它的左右兩邊 因為它是一個叫做polygon polygon基本上是叫多邊形嘛 那你原先的點 你原先 我們原先的數據是只有到哪邊 原先數據就只有到這邊 99或是主中點102是對應2 然後這個是132對應1 那這個時候你如果按照這樣去畫的話 你基本上是沒有這兩個 沒有這條線 也沒有這個點 這裡也一樣是沒有 那但是我們為了讓它變成是一個叫做 因為多邊形是一個完整的形狀嘛 所以我們再往 從第一個的 從第一組的主中點再往左邊推 推一個主距 推一個主距下來 然後把它當成是0 然後最後一個也是一樣 最後一個組的主中點往右 再推一個主距 然後讓它數據是0 那這樣把它連起來 利用這種線段的圖把它連起來 它就變成是一個類似polygon 多邊形的概念 大概是這樣而已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叫做頻率多邊形的圖 重點是要把這兩塊把它框起來 讓它變成是一個封閉的 因為polygon多邊形沒有漏洞 多邊形一定是要框在一起 你如果這兩個沒畫 當然它就不是一個多邊形的概念 其實你可以看它這個頻率多邊形 跟我們的直方圖的概念也滿類似的 只不過它這時候是利用主中點 利用主中點搭配這個什麼 折線圖 類似折線圖的概念去畫出來 就這樣 還有一個叫做尖形圖 尖形圖叫做歐改 這個尖形圖基本上它是算累加頻率 那累加頻率的話 剛才的算法 其實一樣要從0開始 所以它基本上是用主邊際的概念 所以一樣小於99.5 就是它的什麼 第一組的 第一組的什麼 下組邊際 99.5下組邊際 所以這時候沒有任何東西 所以是0 那接下來104.5就是什麼 它第一組的上組邊際 然後這時候累加是2 剛才說的東西是一樣 所以因為它是做累加頻率 所以它是利用主邊際的概念去做它 利用累加頻率做它 然後其實基本上就是這樣 104.5這時候是3 然後算它累加頻率 累加完到最高是134.5 然後前面這個99.5 這邊還要點一個0 然後這樣的話 你再把它做連起來的時候 它就得到這個 這個叫累加頻率圖 通常有個特殊的名詞 就把它叫做尖形圖 因為它這樣子畫起來 有點像是人的肩膀 就是一個肩膀的概念 所以把它叫尖形圖 叫歐改 歐改就是累加頻率 所以它前面重點是一樣 要一個從0開始 頻率從0開始 類似這樣的方式 那相對頻率 那相對頻率當然 這邊相對頻率的概念就是 我們絕對頻率是 是它的發生 在這個區間裡面所發生的頻率次數 那相對的話 就把它變成是百分比的概念而已 所以相對頻率就是 把它類成 化成類似一個百分比的概念 所以這個也沒有什麼很難的地方 不過相對頻率要注意到 我們剛剛說過 如果你是 它這邊 原來的 這是另外一個題目 原來它直接給你這個題目 它給你一個主編記 然後它給你一個絕對頻率 這個是它給你的 你就不用從roll data 原始的數據裡面去算這些頻率 那接下來你去算它的相對頻率的時候 就是利用它的什麼 絕對頻率出於它的總和 但是要注意一點 就是你在算這個相處的過程中間 你就變成是百分比 你可能可以精度到小數點下兩位 那當你把這個精度 推到小數點下兩位的時候 你在做這個計算的過程中間 也許你可能就會直接用什麼 四捨五入 但是重點是什麼 你要make sure 有時候四捨五入的過程中間 你這個時候相加起來結果 理論上應該是什麼 如果是用相對頻率的話 理論上這邊應該是 要不要1 要嘛 但是有可能你在算的過程中間 因為四捨五入的誤差 你的相加起來結果會變成是 小於1或者是大於1 對不對 有可能啊 那怎麼辦 怎麼辦就自己去 去微調啦 自己想辦法在某個地方 稍微把它微調一下 因為這個有可能是0.04幾 然後去淨位進來的 所以你就可能在這邊看 如果是超過的話 那你可能就在這邊 稍微把它降一個位數 類似這樣的方式 所以重點就是你要 確保它加起來一定要是1 因為你這個因為是相 因為你是相對頻率是把它 處理它的總數 所以它有可能會產生精度上的問題 所以相加的過程中間 你要確保它的相對頻率一定要加起來等於1 那當然你說如果它加起來是0.99 可不可以 最好還是不要 還是讓它能夠保持是1 比較符合這個統計上的1 OK 然後相對頻率表一樣 其實就是類似 它就類似一個直方圖 只不過原來我們的直方圖這邊的 垂直坐標是什麼 是絕對頻率 那現在把它換成這個就變成是什麼 相對頻率的概念 就是用百分比的概念去呈現它而已 這個也是滿簡單 那同理你也可以把它去 就是它的這個頻率多邊形 現在變成是相對頻率的多邊形 相對頻率的多邊形 跟剛才那個一樣的概念 只不過一樣Y軸現在是變成是相對頻率 而不是絕對頻率 然後間形圖也是一樣 間形圖一樣 就是從它的這個原來絕對頻率 現在變成是相對頻率的這種圖形 所以大同小異 只不過今天是用絕對頻率 還是用相對頻率去呈現它 那我們把這些圖畫出來之後 當然它有時候商號會呈現出某種型態 特殊的Pattern 那這些特殊的Pattern 以後就會跟我們的所謂的機率 就會產生一個關聯性 所以最常見的 我們如果這種叫做什麼 叫做Bell shape 一個 一個有沒有看過那個石中 對不對 不是石中 那個叫什麼 古時候的那種中 和尚他們在打的那種中 對不對 有沒有 你看過嗎 這個就是一個Bell shape 然後這種概念大概就是我們所謂的 常態分布 對不對 另外還有一種是這種比較均勻的 叫Uniform 這也是Uniform Distribution的概念 另外還有這種從小往上一直增加的 這個是一個叫J J Type 這個是一個叫到J 所以一開始大小 這個叫到J型 這個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判斷錯 有時候跟你說是J型 你不要以為是這種 這是到J 從大到小是到J 從小到大才是J 那另外還有一個叫做偏斜 所以從小到大然後再下來 但是它的Pick是發生在左邊 發生在左邊的這個Pick的偏斜 叫正偏斜 如果發生在右邊就是叫負偏斜 所以這兩個也不要搞錯 正偏斜是靠左邊 負偏斜是靠右邊 另外這個是一個Pick Double Pick 雙峰 雙峰 或者這邊有一個下來這個U型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頻率的分配 去看出大概它的這個資料的形態 會是什麼 這是我們可以做出來的結果 這是我們課本的觀念應用 這個回去自己看一下就好 其他圖形之前 直方圖 直方圖你們應該都會畫吧 以前好像在基概裡面 應該有教過你們怎麼畫對不對 我們用剛才那個例子 好 這個呢 如果讓你們得到這個表之後 你去畫直方圖會不會畫 這是剛才我們的總統的那個什麼 就只連你那個例子 或者說溫度的例子都一樣 你們如果整理好這個圖 整理好這個圖 接下來要讓你們去畫他的什麼 畫他的直方圖也好 或他的這個頻率多邊形 還有畫他的這個 那個叫什麼 尖形圖 會不會畫 這個我覺得應該沒有很難啦 但是只是問看看你們 如果不會畫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go through go through一遍 智雅會畫嗎 你在余老師那邊應該很會畫圖 沒有學畫圖 以前我們基概上課有沒有教你們畫圖 他們有沒有學畫圖 蛤 有沒有教他們畫什麼直方圖 或折線圖什麼那些 有嗎 書教說有啊 所以你們應該理論上應該會自己畫 會不會畫 考試會考 這個最基本的啊 一個數據給你們 即便你統計好 那你不會畫圖 那也是 好啦我們很快的go through一遍 好我們先來看這個 我們剛才已經得到的數據嘛 那我們這時候要畫圖 我們先假設畫最簡單的直方圖好了 那我們用這個來畫好了 用這個 這個剛剛你弄好的 或是你要用這個畫都無所謂了 那你要畫圖的時候 不是要先選擇他的資料嘛 所以我們在XL裡面 用這個也可以啦 我把這個highlight起來 這個就代表是你的什麼 S軸 或者說你要用主終點 好我們這邊再加一個主終點 好 這邊寫一個midpoint 那midpoint當然是 等於 這個 加這個除以2 好 那我利用midpoint跟頻率我們來畫圖 所以我把這兩行把它highlight起來 然後這個時候你在插入這邊 可以插入直條圖嘛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 這個以前你們應該 不管在做什麼實驗都常在畫圖 不管以前的譜物譜畫 環畫流利 土力 還有什麼 工材 有沒有畫過圖 有啊 所以還說不會畫 好 我們畫直方圖 直條圖好了 好 畫直條圖 你把它highlight起來 然後呢 就把它直接畫 結果這樣畫起來好像應該不太對嘛 那怎麼辦 怎麼修正 這時候你可以選擇 右鍵 然後呢 按資料選取 到這裡知道嗎 可以把資料選取這邊再交出來 然後呢 我們可以去編輯 你看它這個一個是水平的嘛對不對 水平坐標軸 水平坐標軸 我們可以說 它的水平坐標軸 我們是要用它的midpoint 所以現在是這個 然後這邊 數列1 我們是用數 這是數列1 我們應該是用數列2 所以把數列1刪掉 按確定 怎麼不太對 開始 46 走 4 4 4 611,17,8,2 611,17,8,2 對應它的 咦,我這邊怎麼會搞成這樣 MeetPoint,水平,類別 然後這個呢 好,按確定 好,得到結果就這樣子 然後這個就有點像我們剛才的直方圖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再去選它的資料 你可以把它的這個 這個間距 間距把它降到0 然後框線的顏色 把它用比較 好,那就可以類似畫出它的一個直方圖 懂不懂我剛才這樣的操作 有沒有印象?之前有沒有做過? 有嗎? 會做啦,這個直方圖 你看 就反正 我剛那個過程當然是先選 先選資料 但你也可以不用選資料 你先插入 插入那個所謂的 剛才的什麼 插入這個所謂的直條圖 然後在直條圖裡面 你再去選擇它的x軸是哪一個 哪一個範圍 哪一個範圍 y軸是哪一個範圍 那它在這裡面呢 當然x軸就是我們的什麼 midpoint 那它的y軸就是我們的這個絕對頻率 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它就可以把它畫出來了 那畫出來之後 你可以讓它的這個 調整它的形態 讓它的這個 直方圖中間沒有任何間距 沒有任何間距 你就可以讓它變成是 類似我們課本畫出來的那個圖 只不過當然它的x軸還是一樣 它的x軸其實是把這些 當成是一個category的概念去呈現它而已 它並沒有辦法去像 課本的一樣 去把它的這個下組邊界 上組邊界 去把它畫出來 它沒辦法做到這樣 OK 所以這是所謂的直方圖 那另外 那另外如果你要算它的這個 我們剛說過的那個叫什麼 頻率多邊形 那頻率多邊形的話 你可能就自己還要再調整一下你的data 為什麼 因為頻率多邊形 它還必須要把你的 第一個的midpoint 再往前推一個主句對不對 然後呢 後面的最後一組的midpoint 再往後推一個主句 然後呢 它們都是0 然後再利用折線圖的方式 去把它畫出來 對不對 這個折線圖應該也會畫吧 但是我們也再來做一遍 好 再做一遍 那我們把它的這個先copy 到旁邊來好了 好 那這邊的話 是0 那這邊再扣 把它扣到 扣6 然後這邊把它加6 這個是0 那這邊就是類似把剛才我們的這個頻率 頻率的上面跟下面再多一個主句啦 然後呢把它變成是0 然後接下來就是可以插入什麼 插入折線圖 我看能不能直接這樣插 欸它怎麼知道我要選這裡 我都還沒選 X又這麼聰明 但是它選的東西也是不對的 好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再回來這邊選數據 選取 選取資料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再來一樣 它這個是水平的 水平的範圍是 是這個 是這個 好 然後呢 這邊我們都把它移除 移除 不 傷腦筋 新增 新增 好 好 那這個就是什麼 這類似它的一個什麼 就是它的一個多邊形 頻率多邊形 就從 從多一個主句往上過來 下來 好 所以這個都是 你只要把數據準備好了 重點就是你要把數據準備好之後 你就可以去畫這些圖形 好 那當然 還有一個尖形圖 尖形圖其實就跟 跟這個一樣 只不過你要先把什麼 你要先去算它的這個累積頻率 所以 那個我看我就不要做了 你們回去自己做 你就把它的累積頻率把它做出來 然後就可以去算出來 好不好 這個部分我們就跳過去了 因為我們時間也不多了 OK 這個回去自己練習了 沒有問題 這個 都很簡單 那還有什麼其他圖形呢 還有一種叫直條圖 直條圖跟我們剛才的直方圖 正好反過來 它就是把它的軸向變成什麼 變成水平的 變成水平的 那 所以 沒有什麼 就是它的頻率變成是在橫軸 它的這個 量測的這個category群組 就是變成在中軸 就是這樣而已 那這個 這個大一新生的開銷 這是當然美國人 美國他們這個 這個真的是實際的數據 我們這本課本裡面有很多數據 其實是real data 它並不是呼籠我們的 這是 美國什麼 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 這是他們的零售 他們去調查大一新生 結果你看大一新生 花最多錢是在哪邊 電子產品 跟你們的現象有沒有很吻合 你們大一進來一定會買電腦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可能是畫在這邊 然後你的宿舍用品可能其次 花在衣服跟鞋子可能就比較少一點 大概是這樣 反正這個就是他們一個實際的real data 那你可以利用直方圖 直方圖是這樣 那這個是什麼 直條圖 反正就是它的orientation 它的方向方位顛倒而已 這沒什麼差別 那你要知道這叫直條圖 這叫直方圖 那還有一個剛剛說過叫柏拉圖 Petrito 那柏拉圖的概念就是 反正把它的這個頻率 從高排到低這樣去畫 所以它是一個什麼 類似一個倒J型的概念 剛才說的概念是這樣 所以這個叫柏拉圖 對 沒什麼很特別的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反正它就從高排到低 這叫柏拉圖 好 那這是某一個county的它的報案 報案的次數 報案的這種類跟次數 那你看其實它報案總是青少年投訴 是最高的 代表可能 美國年輕人都很喜歡操場鬧鬧 造成人家投訴 好啦那這個呢 它把它從小排到大 從小排到大之後就把它畫出來 然後把它的絕對頻率這樣弄出來 好 所以這個 那如果在Excel裡面去畫這個東西 你當然要先做收聽嘛 要做排序 那排序的東西 在Excel應該也是 小拆一疊 對不對 很容易嘛 會不會 會啦 這個應該沒什麼 所以把它做排序之後 它就可以做 畫出它的柏拉圖 那另外還有一種叫Time Series 十序列的資料 十序列資料它並不是 它並不是頻率啦 它其實就是時間 橫軸是時間軸 這種軸就是它量測的這個 量測的結果 所以它不是代表頻率喔 這跟剛才的頻率就沒有關係 它只是代表一個 一個現象隨著時間變化的結果 叫Time Series 那這種Time Series的圖呢 對我們系上可能應該還滿常用的 像你在量波浪啊 量風向啊 它會隨著不同的時間有所變化 這個其實還用滿多的 十序列的圖 但是它其實也很簡單啦 就是橫軸就是時間軸 重軸就是它的量測的這個結果 Alright 那這是課本的一個例子 是他們的CN的 美國那邊的CN的比例 這個也是一個實際的一個資料 所以你發現 發現它美國人CN的比例是呈現什麼 你可以從這個Time Series Data 就很明確看出來 它的CN的這個現象是什麼 越來越低啦 越來越低 當然這個是因為有一些Promotion 對不對 台灣我想應該也是啦 因為現在CN 講到CN就我們今天在吸的煙 因為以前行 我們以前在室內是可以吸煙的嘛 對不對 那室內可以吸煙 所以就大家很方便就可以隨時吸煙 但是後來現在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法規就是你吸煙必須要到什麼 空曠的地方 就變得不方便 所以它就變成會影響吸煙的人口 那不過我不曉得我們這邊還在查 不曉得到底是哪邊的煙味飄進來的 也有人說搞不好是樓上飄下來 因為我們樓上好像有人在吸煙 不知道 好 那這個也是你們有看過的 PyChart PyGraph 就是圓餅圖 那圓餅圖當然它是用百分比的概念 因為它一個圓就代表什麼 一個圓整個分配就是百分之百嘛 所以PyChart就是把它變成百分比的概念 然後把它分成類別 分成類別 好 那這個例子 它是用什麼 超級杯的零嘴 這個超級杯好像兩個禮拜前才打完 你們大概很少人在看這個 這是美國的 美國Super Bowl 美國就是 他們在美國 美式足球裡面 在美國大概只有 大概美國會比較popular 我想大概你們沒幾個人聽過 有沒有聽過超級杯 有啊 你應該有看過超級杯的新聞 為什麼 因為超級杯的新聞很多啊 包括它一秒鐘的廣告 可以到多少美金啊 海報 你沒有在follow 你沒有follow是不是 好 它一秒鐘好像聽說可以到好幾百萬美金 一秒鐘啊 所以代表那個很貴 然後通常還有一些新聞就是超級杯 又邀請了 像今年好像是邀請誰來唱歌 中場 是不是Lady Kaka 好像是Lady Kaka來 Gaga還是Kaka我也不曉 Lady Gaga Lady Gaga 來唱表演 然後呢 反正就是有很多新聞都會跟著美國超級杯在一起 那他這邊是 因為美國人很多人很喜歡看這個 那 那 今年好像是 不過你們都沒有在聽我跟你們講 好像也是 今年是 什麼 是Patrick 就是那個新英格蘭愛國者 他們是逆轉 在延長賽銀 好啦 所以他們吃零嘴 吃什麼樣的零嘴呢 那就把它的數據統計出來 所以發現 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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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吃最多的是什麼 Potato chip 這個應該也是你們很喜歡吃的吧 有什麼好笑嗎 這個Potato chip 然後呢 不然就是Cone chip 不然就是什麼一些什麼 椒鹽脆餅 爆米花 什麼堅果 這個都是 他們美國人在看電視的時候還蠻喜歡吃這些東西的 所以 不是有一個叫什麼Potato couch 還是Couch potato Couch potato 對不對 他們都是吃 美國人都吃薯片 所以才會變胖 當然也不只啦 因為美國人在吃薯片都一定會配什麼 會配Coke 你會配可口可樂 或者百事可樂 那些熱量也很高 所以就 當然 好 所以這個是利用圓餅圖來把它的這個資料呈現 那你當然從圓餅圖你就可以看出來 如果他不給你數據 不給你數字的話 你可以 roughly去看出他所佔的面積嘛 面積越大就怎麼樣 面積越大就越多的概念 所以類似這樣 那這是另外一個報案的次數啦 這個反正就把它做成比例 然後你把它呈現出來 那看起來好像沒有差很多啦 不過當然如果有數字你就可以知道 原來好像下午還比較多一點 類似這樣的概念 好 另外還有一種叫做點圖 這個可能比較古早的時候 古早年代人在用的啦 但是還是可以參考一下 點圖 點圖的話他就是把數據 每一個數據點就點在他這個圖上面 那他的這個橫軸是代表他的頻率 這是他的頻率 那這個頻率上面如果發生一次就點一個 如果像這個頻率這個是6 發生6次的頻率有幾次他就把它點上去 所以他一個點就代表一個 像這個是代表像什麼數據呢 他的數據是說叫有名字的颶風 美國叫颶風我們叫颱風嘛 那有些這種叫其實颶風跟颱風其實是什麼 一樣的 是一樣的 其實他就是熱帶低氣壓嘛 熱帶低氣壓 那有的熱帶低氣壓 他有時候會變成颱風 有時候不會 他就變成只是一個熱帶低氣壓的概念 他並不會給他名稱 他這個是給他的數據是這40年 所以這邊有40筆資料 那裡面每一年他有出現名字的颱風個數 那有出現名字的颱風個數概念 就是有點像頻率的概念嘛 所以有一年有19次 有一年有9次對不對 有一年有4次類似這樣 那我們把它變成點圖的話 就是說好 那這個就代表他出現的次數 這個類似頻率的概念 那出現4次的有幾個 一個點就代表這 這幾年 20年嗎 40年 這40年裡面 這40筆資料裡面 只有一次出現在4 然後出現6次 有名字的颱風的 是有3個點 就代表有3個資料 有3個資料 然後這邊一個比較遠的 這個是28 有出現到 一年有出現到28次的 有颱風的個數 所以這個叫點圖 就是把它有數據的資料就點上去 所以下次你們看到這種點圖 你大概知道它的意思是什麼 就代表這裡面有幾個點 就代表它有幾個數據 幾個點就代表幾個數據 然後這個數據它就可以看出來 它原來可能集中在這個分布的範圍 大概是在哪一個範圍 然後它集中大概是在哪一個區塊 所以點圖 點圖也是一個可以呈現資料的方法 不過當然這個比較 比較沒有那麼Fashion 因為它一點一點一點 好像看起來沒有像剛才的齒方圖 或什麼那麼來得好看 好 那還有一種叫做金葉圖 叫Steam and Leaf 有樹 就是類似一棵樹 有它的樹精跟它的樹葉 就用金葉圖 那這個金葉圖 也是我覺得可能應該也是 比較古早時候他們在用的 因為以前畫圖不方便 所以它就是類似用這種方式去呈現它 那它是利用數據的什麼 把某一個部分的位數當成是金 那它的下一個位數 下一個位數就是 假設我們今天是用十位數當金 那它的個位數就當成是葉 就是把它的拆開來看 把它那個拆開來看 那這樣的話把它組合成一個叫金葉圖 那有點類似是頻率分配的概念 我們來看一下它怎麼畫好了 好 假設有這個數據20天 然後每天進行心電圖的次數 好 那這邊我們接下來 因為它這個數字都是兩位數嘛 兩位數 那我們就讓用十位數 來當成是它的所謂的金 金就 因為金跟葉知道那個概念嘛 金就是 就是類似樹幹的概念 那葉子就是往旁邊 延伸出去的 所以我們怎麼樣去把這樣的數據 變成金葉圖呢 我們先把它先一樣 先把它排序 排序當然也比較方便 因為排序到時候我們 重點是因為我們要看它的 十位數跟個位數 所以十位數排序之後 我們可以 roughly看出它的分佈範圍 那我們是利用 先把所謂的第一個位數 第一個位數就是利用什麼 我們剛剛說過就是利用十位數嘛 所以把它排序完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利用十位數 十位數來分 那十位數它有分 十位數是沒有的 那就是0 十位數是1的 十位數是2的 十位數是3的 十位數是4的 十位數是5的 那先把它分類 分類出來之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東西 把它畫成類似這樣 這個就是金 就是0 各位 這個就十位數啦 十位數0 1 2 3 4 5 然後呢 0對多少 0對2 因為剛才 剛說的是02嘛 對不對 這就是金啦 金是0嘛 那葉就是2 那接下來1314 就是它的金就是1 然後葉子呢 就有3跟4 然後呢 這個是金 金它有1嘛 然後它的什麼 葉數就是3跟4 所以代表 你就要去讀它 這就是13 對14 所以有1314 那接下來2 二 各位 十位數如果是2的話 它後面有20 2324 25啦 202325 然後3就比較多啦 3有3 1 然後2有3 2有幾個 3 2有1 2 3 4個 所以就把這4個 都把它擺上去 然後呢 有33有36 然後以此類推 所以這樣弄出來 弄起來結果就像一顆什麼 一顆樹木的 這個它的這個 它的質的樹幹 樹幹把它叫金 然後來把它往旁邊長出來的葉子 把它分出來 那這樣感覺 然後看出類似 它也是一個什麼 你這樣可以看出來說 原來30幾次的 30幾的數字是比較多 有沒有 它有沒有 因為它的數字比較多嘛 有沒有 有1 2 2 2 3 6 對不對 30幾的數字比較多 20幾的少一點 然後40幾的又少一點 所以它以前 可能比較沒有方便用 用電腦繪圖的時候 是可以用這種方式 那這個其實就很適合用什麼 用我們用Fortune 用C都可以去畫 對不對 就是它不需要畫很特殊的圖 它就只要把這數字 呈現出來就好了 所以這個就是金業圖 那另外什麼汽車 那金業圖 當然你可以看它怎麼去分 有時候你要去分它的金的時候 你就是看它是用實位數 那實位數當然就這樣去分 那你也可以去把它做群組 所以群組的話 像它可以去分 像這群資料 你可以50到54把它做分群 那一群就是代表一個金 我們來看一下它怎麼弄 一樣先把它做排序 排序完之後 把剛才的分群50到54 把它這裡面的組合在一起 然後另外一群是55到59 55到59就是另外一群的數字 放在這邊 一此類推 完了之後 然後呢 一樣就把它擺成這樣 所以這邊都是5 因為它這個50到55一個 然後56 我有沒有記錯 反正就是50到60中間 有分成兩群 所以都是5字倍的對不對 那5字倍的話 當然這邊後面它是0123到0123而已 那第二個金的部分 它就是從5到9 所以類似這種方式 這也是一個金業圖 但是它這時候先把它做一個分群的概念 去呈現它的結果 那另外 這個是有兩個美國的城市 一個叫亞特蘭大 一個叫菲勒達菲阿費城 這兩個呢 他們的大樓 就是說這個樓層的這個樣本 就是說大樓 如果是很高的大樓的話 它大概是幾層的 那這個有55層有70層的 那我們可以做一個叫做倍對倍的 Back to bed這種金業圖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利用 Back to bed的金業圖 來比較這兩個這個資料 它的分佈的情況是怎麼樣 是怎麼樣情況 好 所以這個是它整理出來的結果 所以它這時候是share同一個什麼 同一個steam 它的樹幹就變成是同樣的 但是它的樹葉就往兩邊去漲 往兩邊去漲 所以它是從2 3 4 它的十位數 2 3 4 5 6 7 然後呢 2有幾個 亞特蘭大這邊有29 28 26 費城就是25 一個而已 然後3的部分 38 36 34 34 然後一大堆32 然後31 那費城的話就是30 你一直一直到39 類似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Back to bed 你就可以去比較 那這兩個城市 它們之間的這個城市的樓層數面 數字的差異 它的這個分佈的數字的差異 大概是在什麼樣 那當然這個就是兩個金業圖 把它組合在一起 用這種方式去呈現它 那這些東西當然 我說過 這都是比較舊的形態 但是還是有人在用 所以你們以後下次如果看到這種金業圖的話 不要說看不懂 至少你們已經學過統計學 你們就知道 原來金業圖就是 這樣子的概念去畫出來的 你要知道它怎麼去做一些分 然後去做比較 好 那最後我們上次課本 有提到一個一句話 就是說 世界上有三種謊言對不對 世界上有哪三種謊言 然後呢 你有看喔 謊言 該死的謊言還有統計 世界上有三種謊言 那還有一句話說什麼 圖 那句話我其實有點 好像是說統計不會 數據不會說謊 但是畫數據的人會說謊 還是類似這種概念 所以就類似像這邊要說造成誤解的圖形 好 這個是什麼 假設說某一個製造商他說 我的車子在占的試占比例 比其他的兩個競爭者高很多 所以我就故意畫出一個這樣子一個圖 讓你看喔 原來真的差滿多的樣子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看起來有沒有差很多 看起來有沒有顯著差異 有沒有 有嗎 那這樣有沒有顯著差異 同樣的數據啊 同樣的數據有沒有顯著差異 你覺得呢 看這張圖跟看這張圖 你會覺得說這個車上真的比較厲害嗎 你們自己去感覺嘛 對不對 這就是可能會造成誤會的圖 好 那這個是每一個 這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的這個車子的每加輪的里程數 它的這個隨著時間的變化 看起來好像 這張圖看起來覺得怎麼樣 好像還好啦 因為我們一直車子要強調什麼 這次要強調它的油耗越來越 越好嘛 對不對 越來越省油 這張圖呢 你今天如果要拿 就是說如果你要去說服人家說 我現在車子是有改善 對不對 那你也許你會用這張圖說 以前在2008年我的油耗是 每一公升只能跑22米 那現在我可以跑到20多一點 但是我也許數字人家如果不注意看的話 你看它的趨勢還滿明顯的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把全部的數據畫回來 好像也沒有那麼 差那麼多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會誤導 懂不懂 這就是造成誤會的圖形 所以看你怎麼去呈現它 所以特別有時候他們美國人 他們就想要他們在競選的時候 才會再提一些數據 他們就常會用這些美化的數據 來騙他的選民說 我的某些東西其實是有改善或怎麼樣 但其實你如果把它 overall來看 其實是沒有差距那麼大 或者是說這個剛才說的什麼 30秒的廣告費用 從1967年到2012年 它的差距是這樣 它可以利用這個圖 直方圖或它可以利用圓餅 類似圓形的這種圖去呈現它 其實這兩個我看起來都覺察很多了 是不是 但是他意思說什麼 這兩個圖的差異是 這個是單純的一個數字 但是你現在是把它變成是什麼 圓形的話 它這個面積是代表它的這個數字 原來的直方形的數據 所以相對於這兩個圖的差異是 相當於把這邊的數據開根號 因為你變成是面積嘛 這是面積 把面積開根號才回到這個嘛 所以它這樣的話會有一種怎麼講 就是那個視覺效果上就會有些差異 但其實還是差滿多的感覺 我覺得這反正是差很多 所以你看從1967年到2012年 它的這個每30秒的廣告費用 已經到3.5個百萬 3.5 所以還不到100萬 所以還好啦 不過也是很貴的價格 是30秒要3.5個百萬 所以也是非常貴的一個價格 但是就是說你用直方圖 跟用圓形的這種圖去呈現 有時候這個是把它類似開根號出來的結果 所以它相對差距好像看起來沒有很大 但其實如果把它還原到原始的數據 它就會有一些差異 所以這些都會造成誤解 還有一些誤解圖就是說你沒有 歪走你沒有刻意去隱藏它的一些數據 你只是看這些東西 但是它可能這個數據 可能是幾百美元或是1美元 都會影響到不同的一個結果 所以你歪走如果刻意沒有去給它一個刻度的話 有時候也會可能造成誤會 好 這是觀念應用題 這是課本上的 你們可以自己去參考一下 然後看它這些圖所代表的意象是什麼 這個你們回去自己參考 好 那我們這一章的結論就是說 我們可以利用一些數據去把它做一個統整 然後讓它變成是一個比較 大家可以看得清楚的一個方式去呈現它 你不用再去看原始數據 因為原始數據太多了 你要把它做精簡化的去用分配的方式 用頻率的概念去呈現它 這樣的話它所讓我們看的人 就可以比較容易去判斷出來 所以不只是圖表 不只是頻率分配的表 你還可以把它變成圖 這樣的話就可以讓 讓你再去跟 拿這些數據去跟人家溝通的時候 就會比較清楚 好 那經驗圖 這些都是比較後端的 你就回去自己參考 好啦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回去自己把今天練習的 這些Excel東西再練習一下 因為我們做過 考試的過程中間 我們就會考試 就會讓你們用Excel去做這些圖表 好不好 有問題記得來問 好 下課 好 下課